无智义无德 各位这一定要记住 到底你在追求什么 你如果有所得 我一定要超度我妈妈 现世妈妈 妻世妈妈 是以这个妈妈来代表 所有妈妈 所有众生 你要发这个心 地藏王菩萨是以他妈妈的缘 而发起了对众生的愿 而不是执着在他妈妈身上 所以这一点 那你要做这些圣解空性 所以各位要分析桌子 这个桌子 不过是那些树木砍下来 它叫树木 它不叫桌子 树木其实它是泥土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但是你要再养成这个习惯 你不好好的打坐思维 养成那个习惯 你已经习惯被那个像 我问你 一个人睡觉好不好睡 好不好睡 那你为什么要吵着你老公 你为什么要 我习惯跟他睡 他不在我不习惯 你本来就是一个人的 但是你要习惯 习惯依靠自己 习惯没有 那你这样跟他相处 就没有压力 知道吧 如果你很执着他 你明明爱他 反而会让你伤心 让对方恨你 知道吗 因为你就吵他 爱他 闹他 这样 有爱生恨 所以我想 佛教讲空系不是叫你不要有钱 很简单 什么叫空 来 做金钱的主人 不做金钱的奴隶 这个叫空 空是你 不会执着金钱的 好好用钱 做感情的主人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好不好 这很难 没有真正 正空性人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好好守戒 这样而已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骄傲 很多人说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是问题 你要说不行 我还要守戒 所以女生开车要载我 我说对不起 这个不符合 这个车子就是一个房子 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出问题了 特别我刚出家的时候 哎呀 我那个小白脸 女生会开个 变死的 宝马的 师父你要去哪里 我载你去 我师父就顶着我 不能去 我师父你放心 我可以的 我不会被勾引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要有缘嘛 对不对 但是你说 我这几个四兄弟 师父没问题 没问题都还属了 没问题都走了 都走了 特别做我的侍者 大概十几个都还属了 再见 因为我旁边都是美女 找我找不到 台湾话说 没有虚子也好 没有虚子也好 就把她给拉走了 那就可怜了 为什么 太相信自己了 所以各位你啊 佛陀制定的戒律 你还是要守 这个一男一女 不要 不要在那边通电话 不要在那边 因为 已经结婚 也不能跟别人联络 对不对 人家是出家 你也不要再跟他联络 所以 但是你要保 你要真的有问题 在公开场合 问一下 可以了 但是私底下 要保持距离 这是尊敬对方 我师父常过说 尊敬对方 而不是说你守记 因为你要尊敬对方 对方是来修行的 你让对方因为 因为你而堕落的这种情欲 那就可怜了 所以佛陀讲一下 欲望爱情 是一切轮回的根本 会让你生死 所以唯有修解脱 才是人生之道 这一点要去思维 所以来 再念一次 菩提信愿 要发菩提心 要相信自己跟众生 都可成佛 再来 掌养慈悲 你要开始去培养慈悲 但为了要培养慈悲 所以你要圣解空性 因为众生平等 万法平等 空性是为了保护你慈悲的 而不要为了修空性 而忘了慈悲 现在很多居士问我 师父 你有没有修大圆满 你有没有修大手印 我说我天天在修 万法皆空 这个就是大圆满 但是不离悲心 而不是把佛教 当作一个次第 你要这个圆满 才能够修那个 错了 离开悲心跟智慧 所修的都不是成佛之道 各位记住 不要把佛教当作一个阶梯 我先修这个 修这个 我才能够修大圆满 佛没有这样说 佛没有这样说 佛教里面 波日心经是任何人都要看的 不懂也要会念 波日心经就是大圆满 金刚经就是打手印 难道不是吗 但是为什么要给它分开呢 说你这个修完 才能够修那个 这个做法我认为不太对 而且为了达到这个大圆满 每天自修自修 也失去了悲心 舍弃的众生 每天忙着自己的修法 自己的功课 忘了众生 而且没有用空性在修 没有用悲心在修 这就没有悲至双运 这个要小心 所以修学佛法 是当下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 等我得到了空性 大圆满 才来度众生 那又失去大圣佛教 大圣佛教是自为度先度他 以利他的过程来完成自利 就是说 我们去接触众生 才知道自己的不圆满 透过接触众生 来忏悔 来修福报 也来放下 因为你没有布施 怎么知道放下 这叫三轮体控 任何一个东西 都要学习空性 这个是当下的 念佛念法念生 是一起的 而不是说分开来 这一点要记住 念佛的菩提心 念法的空性 念生的大悲 这个是要 是三位一体的 了解吗 从头到尾 都要这样去修 这样就对了 那你修到 你的日常生活 都不离开了 三法印 乃至这所谓的三心 菩提心 大悲心 空性 然后用这样去读心经 以读心经 来思维空性 以思维心经 来布施众生 回向成佛 那这样对了 所以我们以前修禅修 就是这样 一开始给你题目 后来呢 你今天看心经 要好好思维 你今天看看怀炎经 看了一品 那你又去思维 思维干嘛 马上用为明天你的行动 你不能说 我看完怀炎经 你还是脾气怪怪的 那你就没有用 这个行 是在当下去做的 看完心经 我就要学习放下 看完普门品 我就要慈悲 念大悲咒 我要去慈悲 而不是说 等我念完十万遍大悲咒 再来慈悲 那时候你已经不会慈悲了 是没变都是慈悲 没变都是空性 那可以 要这样去修 只是因为 层次不一样 修行方法不一样 这样可以 叫九品 这个人是追求人天福报的 没关系 就让他从人天福报去修 因为从这个入门 所以有人能天福报 俱足了 还能够体悟四圣体 中品往生 佛是这样讲次第的 那这个人 这个人已经福报又修 又了解四圣体 这个人有大秤的种姓 佛会只给他讲 菩提心的教法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一定要抓住 也就像我今天来跟各位这边讲课 难道说 对不起海涛法师 你在这边讲了两个钟头走了 对不起 你要在这边讲八年 搞不好我先死了 讲八年也不见得你开悟 为什么 这个佛法不是听的 佛法是实践用的 是听以后 你要去用在你身心跟众生身上 但是用什么 你讲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本 无所得为方便 我们就是为了要开发佛性 成就菩提而修的 这个动机抓住 那么以后这个动机呢 大悲为根本 现在开始 做什么事情 不能够离开悲心的动机 但是在行利益众生的时候 要无所求 以无所得为方便 了解空性 这个真正的经典 是叫我们一起修 一起去做 不能把它分作次第 断络 切开 有头有尾 不能这样 是每一个教法 一句阿弥陀佛叫 具足成佛的菩提心 对众生的悲心 安住在清净的空性 叫一心念佛 要了解吗 那如果你对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更熟 那太好了 那你念起佛来 以及去劝人家学佛 你更有方法 但是自己还是保持在一个正常 所以那我想各位 今天来这边 什么叫超度你知道吧 我把各位超度了 他们就超度了 所以仁波切负责超度 各位负责改变你自己 所谓修行 就是你改变你自己 才有这个德回向 一直得到九旋七祖进草 像我爸爸高血压 所以 因为我爸爸脾气暴躁 所以我发愿 不再生气 虽然我脾气很大 我绝对不发脾气 我有个奇迹 我们家都高血压 就我一个将近低血压 我已经决心不发脾气 医生说师父 怎么你不一样 对不起 我家就是因为我出家 因为我发了这个愿 而且我真的在这样做 并不是说我百分之百不生气 但是我很难得 让人家看到我那一面 几乎很少人看到 最后我弟子会看到 我被他气死的那一面 因为老实说 生儿子收徒弟 是一个慈悲 很多老和尚就不想这么做了 那是因缘吧 那是很少很少 但是各位 如果我有这个功德 我回向我爸爸 所以我爸爸高血压就不见了 所以你一定要 你妈妈 这个人很执着 那你一定在你身上有 你不要执着 回向你妈妈 你妈妈病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这个是佛法 你不能跟你妈妈说 妈妈你这么老了 不要执着 对不对 妈妈师父叫你要吃素 那你呢 我还没有啊 是你又不是我啊 不是 是我吃素 回向给吃肉的妈妈 我不生气 回向给爱生气的妈妈 那这个叫超度 了解吗 你不能叫往生者去 好好念佛啊 是我们念佛 引导回向 他看到阿弥陀佛 对不对 得阿弥陀佛加持 而愿意往生 所以修行我讲到这地方 我们要超度 各位的堕胎胎儿 祖先 云亲在主 那各位呢 就要念佛 念法 念神 慈戒 禅定 智慧 要有菩提心 大悲心 思维空性 要这样 那为了如此 要修资粮 那个资粮是每天都要做 我规定各位好了 不用十万遍 各位规定 一千零零 零八十遍 十共养 那你每天就要念 像花灯 莫扎石宝 成为你的生活就不错了 变成你的习惯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拜佛 师父怎么规定了 好 从今天开始 什么事 一天拜 一百零八倍 一教奉行 OK 好不好 一天一百零八拜 没关系 你拜好几年 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说 师父我三天给他拜完以后 不用拜 那你白修了 到死也要拜 不能说 我这个时候拜完 以后我不用拜 我家庭修完 我不用修了 错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造恶业 你就要修忏悔 要讲吗 而不是 如果说 我今天修十万遍忏悔 然后我就可以跳极 那你还是自私的 你只为你自己求一个更高的法 怕得不到 那你这个动机不符合达成佛教 忏悔是 现在谁最会忏悔 你知道吧 弥勒菩萨 为了他即将成佛 他替所有众生 特别有杀业的众生 而忏悔 希望他将来 从现在要忏到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从不间断 一直替整个法界在忏悔 希望他成佛的世界以后 所有众生都不会杀生 不要生病 都长寿 都薄贪嗔痴 很少的贪嗔痴 能够开示 误入很快的正路 空性和阿罗汉 这叫佛菩萨 替众生在做 但是不是替自己在做 好 琴琴发生风 琴琴琴发生风 琴琴琴发生风